好 那麼被爆料這個有性交易的這個醜聞 陳志忠今天帶著太太黃瑞進 剛好北上去探視父親陳水扁的時候 兩度的出面來澄清 來消毒 陳志忠看起來好像比較無奈 但是黃瑞進後來火了 他說周刊太可惡 不排除要提告 一到北索 陳志忠夫婦就感受到支持者的熱情 就算深陷陶色風暴 黃瑞進始終力挺 心情似乎沒受影響 T恤加上牛仔褲 受提個性瘋包包 黃瑞進陪陳志忠搭高鐵 背上探望陳雪扁 一路緊跟在陳志忠身旁 我只能說導演要找一個男主角來演 也要找一個符合這樣子特色的人 你找一個不像的人來演 人家都覺得不好看 所以說你始終相信志忠對不對 這不是相不相信這個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算周刊爆料 陳志忠找硬嬌妹 人事實地物 通通巨細迷遺 甚至說就是7月3號 陳志忠被抓包 黃瑞進極力幫現身辯駁 在家裡啊 在家裡啊 其實這一兩個月每天跑行程回去 真的是累得像老狗一樣 儘管強力替陳志忠闢謠 還一路陪陳志忠北上 但黃瑞進和陳志忠站在一起 兩人始終沒有任何親密互動 牽手也免了 兩人的關係是不是如黃瑞進嘴巴說的 不受影響更令人好奇 這位是黃瑞進李嘉遠 NCNL組 台北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